特朗普乖乖认怂了,刚刚突然宣布重大决定,让俄罗斯成为最后赢家。 作者天宝,图片来自网络欢迎参与文位审判话题,海外网3月30日引述美国媒体的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俄泰州里希菲尔德的一个军方训练场地, 宣布了一个重磅消息,趁美军很快就会撤出叙利亚,而在此之前不久,乌小大楼强调美军很有必要留在叙利亚,从表面上看特朗普这番话说得十分突然。 但绝对是他经过深思熟虑的早在他竞选总统时就强烈反对美国在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等国家浪费太多精力, 表示,要将在全球撤军,节约下来的经费投入到国内接。 涉特朗普上台之前美国已深陷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的你早有此还诱发了2008年金融危机, 导致国力严重受损,反观美国国内建设道路、桥梁、城市等基础设施年久失修,严重老化。 却没有钱搞建设难怪,有人说美国越来越像第三世界国家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战争还没了结的情况下又投入。 到了叙利亚内战中,最令大家没想到的,是普京为了缓解乌克兰危机的压力,突然冒险杀入叙利亚,令这场内战一打救。 是其年让全球老大的美国更显皮态,以酷尔德人问题,为力美国花费心思,培养了这样一支力量。 土耳其人说灭就灭,而且是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跟美国叫板当然一方面试图, 而其对美国十分重要,美国需要土耳其留在联盟体系,内战更重要的一方面,说明美国已有点力不从心, 对强硬回击土耳其有些犹豫如果换在冷战结束时,别说土耳其相信没有全球哪个国家敢去旅美国的虎须, 许美国决定从叙利亚撤军,相信最受伤的是沙特等一众阿拉伯土豪,当初为了将美军留在叙利亚战场, 沙特等国一代签订高额军购,如果美国拿了钱,还是要撤军再想颠覆俄罗斯与伊朗支持的叙利亚政府恐怕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美国撤军,恐怕是普京也没想到的,俄罗斯其实也被叙利亚内战扑了气喘吁吁美国, 一旦撤军叙利亚政府军将彻底站稳脚跟,叙利亚将成为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一颗钢钉而经此一战俄罗斯在中东的话, 与全江大大提升一个伊朗、叙利亚,也门为依托的俄罗斯朋友圈,将逐步成形相信伊拉克、埃及和土耳其等国会, 在美俄之间搞平衡外交出兵叙利亚让俄罗斯的影响力从叙利亚扩大到整个中东普京, 笑,到了最后审坎话题特朗普会不会反悔?